哈囉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 關於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這次一樣要來分享的是 奇特挑戰馬超的刷分陣容 那我們這期的重點 就是要來教各位 如何打出比昨天還要更亮眼的成績 挑戰積分排行榜的前段班 那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各種好康的攻略影片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第一組是我昨天分享的組合 但是這邊我要再修改兩個細節 首先第一個細節是神兵的部分 我們必須把葫蘆改成星庭口刀 這邊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最終減傷與防禦下降 都可以讓溢出的可能性提高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 這兩個效果也算是減易狀態 所以可以讓弱點突襲的效果變強 接著第二個細節是潛能的部分 我們必須把薑薇的第四階效果 從絕境改為猛擊 因為我們這個組合要有隊友陣亡 老實說還蠻難的 常常結束時都是全員存活的狀態嘛 然後當我修改成猛擊之後 平均成績就上升為2.9-3億這之間 然後最高就是各位目前看到的3.24億 但是我的場次應該只有測試50場不到 所以也許可能還有更高的上限也說不定 當然也不排除這就是極限的可能啦 反正就是在這邊提供給各位一個打法 至於王毅的要不要改成夢姬 我當時測試的時候是沒改 那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自己嘗試看看 接下來第二套是給無火姜維的玩家們使用的 啊我必須先說 這個機率很低 別人可以3億 但我自己只有2.94 這種方面是長這個樣子 夢霍、孫泉、元少、中慧都是5星 那中慧只要有3星就可以使用 最後馬鈴鹿跟姜維都是無火絕情 那神秘的部分是扇子加星庭後刀加設置弓 至於靈寵的話 我自己是用靈兔主戰 然後主戰放比翼跟九尾 這樣的原因是要讓隊友陣亡 所以不放增加續戰力的靈寵 那這邊我提供另外一組想法給各位嘗試 靈寵的部分主戰可以換成大象加輔助 打一個不死流 但我自己也沒有測過 好不好用我不確定 接著潛能方面 姜維跟馬鈴鹿都是2332 然後中慧跟孫泉都是3-1-2-1 最後元少跟夢霍都是3-2-3-2 那如果各位靈寵是選夫豬加龍象的話 相偉的潛能記得一樣改成夢姬 然後戰魂方面 只有姜維使用弱點突襲 其餘的全部都是戰役撥發 那玩不死流 姜維就一樣維持弱點 至於剩下的角色 可以全部都選擇深深不息 那這組陣容 只要是天選之人 就有機會可以超過3億 至於不死流的話 由於借來的帳號次數不夠了 所以就沒辦法嘗試 如果有不錯的成績 再麻煩各位留言跟我分享 接著第三組陣容是命運分享的 因為昨天有玩家詢問呂靈奇的替蛋皮 那陣容是長這個樣子 角色練度方面 袁紹、元姬、大橋、王毅 都是五火覺醒 然後曹操三星 最後將為一火 那這組陣容就是用王元姬 來取代呂靈奇 然後大橋有五星就OK 接著神兵的部分 原作者是使用扇子加星庭頭刀 加五星龍銀槍 然後靈寵是比翼主戰 朱雀跟熊貓主戰 然後潛能方面 袁紹跟曹操都是3233 然後王元姬2321 接著大橋3223 最後將為跟王毅都是2332 那戰魂的話就是將為弱點突襲 其餘的都是戰役撥發 最高成績也一樣有來到3.24億 OK那最後一組陣容是觀眾匿名投稿的 盛容方面是這個樣子 呂布跟魯素有五星就好 然後王毅三開 接著鷹姬三星 最後馬鈴鹿跟江偉都是五火覺醒 然後靈寵方面主戰選擇靈兔 主戰的話 龍象、夫珠、朱雀都OK 接著神兵制、星庭頭刀加葫蘆加扇子 然後潛能的部分 攻擊型的都是2332 然後輔助型的都是1131 最後戰魂方面 江偉選擇弱點突襲 呂布選擇戰役撥發 剩下的全部都是生生不息 那這組陣容最高的成績 可以來到3.06億 至於能不能摸到3.1億 我不清楚 那以上四組 就是這次要提供給各位的內容 希望大家都可以獲得一個好成績 最後如果你們喜歡這次影片 請幫我訂閱、按讚還有留言 這間對我來說 真的都是非常大的鼓勵 不過記得我們下部影片見 給我看看 各位等一下